哈喽大家好,我叫乔默,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哦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悬疑而惊悚的案件 这天一个老汉在自家的水井里打水 也不知是谁在这井里扔了好多的小树枝 导致他怎么也打不上来 没办法,生气的老汉只能慢慢累累的开始捞树枝 可当他一拨开,就发现了不对劲 树枝下竟然有一只人脚 害怕的老汉赶紧报警 紧接着法医提名,队长林涛 驻守大宝分分到场 由于水温极低,尸体并没有腐烂 经过初步判断,这人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 因为没有目击者,所以浴室应该是在晚上 而现场除了一道向南的三轮车翼 其他什么也没有 后来经过老汉变人,这人是本村的光棍谢力军 到了谢力军家后 前面发现屋里的地上有明显的拖痕 但到门口就没有了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在屋里的地上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烟头 经过DNA检测 烟头是报案人老汉的 再看屋里的棋盘 上面显示对手明显是要输了 这时几人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那就是老汉和谢力军下赌棋 因为赌注很大 眼看自己快要输了 老汉恼羞成度痛下杀手 有了怀疑 亲密连忙带老汉回来问话 可随着老汉听完后反应十分激烈 林涛在观察老汉的反应后 说应该不像是他 并且现场也确实不像是激动作案 就这样 安晴陷入了僵局之中 没有线索 他们只能不断的勘察现场 这天大宝突然发现 绷着尸体的绳子下面 有被重物拉断过的痕迹 果然经过一番打捞 他们在井里捞上来了一袋石子 琴琴说 这种石子在修路盖房时常见 但怎么会平白无辜出现在这里呢 不仅如此 装石子的袋子上 还有一些小孔 这种种疑点让他们有了调查的方向 晚上大宝突然想起小时候买豆腐的场景 那个时候卖家就喜欢在袋子下扎几个小孔 所以他推测 那袋子很有可能是买豆腐的袋子 接着大宝找到了琴琴 和他说了自己的想法 在综合了所有线索后 琴琴大胆推测 凶手家住北面 最近买过豆腐 家里有辆三轮车 很快临他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得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符合条件的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接着琴琴问 没有三轮车的是哪几家呀 林涛连帮拿出自己家的院子照片 在看了照片后 琴琴注意到有一家竟然有一个三轮车头 林涛告诉琴琴 这是谢力国家 谢力进的哥哥 随后他们带人去了谢力国家 一开始谢力国坚决不承认自己家有三轮车 还说那车头是捡来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老婆出来了 林涛直接问 大婶进一架三轮车用一下 男直接说 好啊 至此谢力国没再狡辩 在他的交代下 林涛在他家后生的树林里找到了那辆三轮车 原来这谢力国不仅加厚一片树林 头上也有一片树林 二十年前 谢力国和弟弟都到了结婚的年纪 父母决定让哥哥先结婚 弟弟再说 可他在婚后发现的不对劲 自己的老婆和弟弟走动的特别频繁 案发那天他看见自己的老婆又去给弟弟送饭 还听到谢力军让自己的儿子管他叫爸爸 这情况让他瞬间恼凶成怒 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事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惊讶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吧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小莫领言滚住哦 拜托了 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 我们明天再见啦